漲價到是鴻海集團總裁郭台銘已經公開表示 7月要針對台灣一萬名員工大幅調整薪資 外界預估調幅可能3%起跳 上看一成 以鴻海現在平均月薪四萬塊到五萬塊 不等來計算 每個人呢 將會多個五千萬元的人事成本 老闆要加薪的事情 一天到加薪問題 員工低調不予快步跑進公司 鴻海集團總裁郭台銘大喊全面加薪 對象就從台灣一萬名員工開始 因為油電雙漲物價也蠢蠢欲動 郭台銘加薪就是希望減輕員工壓力 消息一出引發不少員工在網路上熱烈討論 確確的時間是在7月 現在的幅度是講大幅加薪 卻沒有辦法講他的數字 如果以目前一萬名員工來計算 鴻海加薪幅度約在一成左右 以員工平均心思四萬元到五萬元來說 人事成本每個月約增加四千萬到五千萬元 市場估計對鴻海毛利衝擊有限 相對的你對員工好 員工能夠投入做好 那好的績效出來 那這個成本就不會是變成是一個 所謂的壓力 郭台銘率先喊出加薪 鴻海五號股價開盤雖然中錯 但預計加薪不影響營收 加上iPhone5渴望在今年6月上市 對鴻海又是一大成長力多 鴻海股價盤中由黑翻紅漲 漲近1%收在111元 成為台股抗跌指標 看來這次郭台銘大手筆調薪 預料將再次掀起科技大廠加薪潮 東森採經新聞 呂裴俊吳志明 新北市採訪報導